父亲去世 姐弟五人应遗产继承起纠纷 本案的原告和四名被告 是亲兄弟姐妹的关系 他们的母亲在2017年就已经去世了 他们的父亲廖老先生 是在2023年的10月份去世的 国北告 实时始终为行道 去父亲聊台湾首个 变法犀礼 承办法官巧妙化解 定分指争 后来我想到 再过几天就是七宁节 按照传统习俗 很多在外地的人 在清明节都会回到家乡 给过世的亲人扫墓 这不就是一个最好的调解契机吗 原告廖某宏与四名被告系姐弟和兄弟关系 这七年来他们的父母一直和年龙最小的儿子廖某宏生活在一起 最近几年年事已高的母亲和父亲相继离世 他们的母亲在2017年就已经去世了 他们的父亲廖老先生是在2023年的10月份去世的 父亲二人在龙昌市龙市镇有一处农村置建房屋 在龙市镇还有一处商铺 他们的母亲去世的时候没有对遗产进行分割 大家觉得这个房屋父亲还在居住使用 大家也都没有提过这件事情 处理完父亲的后事 小儿子廖某宏拿出了一份代书遗嘱 要求姐姐和哥哥配合办理父母的房屋过户手续 其他兄弟姐妹对于这份遗嘱感到很意外 加上他们的母亲没有留下遗嘱 他们母亲的遗产应当按照法定继承来处理 双方因此无法协商达成一致 小儿子一直诉状将哥哥姐姐告上法庭 2024年4月2日 龙昌市人民法院公开开庭 审理了这起继承纠纷案 现在行刑法庭调查 由冤告宣度起诉状 将令具体的诉讼清求 一级十四何利友 原告诉称 2023年10月29日 被继承人廖某万因病去世 其妻黄某某已于2017年去世 廖某万留有坐落于龙昌市龙市镇的商铺一套 以及坐落于龙昌市龙市镇的住宅一套 被继承人廖某万生前立有代书遗嘱 遗嘱由四川平心律师事务所律师 于某某代书 并由律师高某某和于某某担任见证人 代书遗嘱中写明上述两套房产 属于被继承人廖某万的部分 以及在各银行的存款由原告继承 其他人不得继承 被继承人去世后 四被告拒不配合原告按照代书遗嘱进行房屋过户 原告曾多次与四被告协商房屋继承事宜 四被告都拒不配合 输送请求 一请求判定遗嘱人廖泰万的代书遗嘱合法有效 二请求判定四被告配合原告进行遗产房屋过户 三请求判定两房屋产权证号 农房权证监证字地0027079号 产权证号农昌县字地0028812号 被继承人夫妻共有部分按照法定继承进行分割 四本案输送退及输送相关费养由被告承担 第一 盐告输出的四十和里油 以四十五复 首先 被告进到了相应的三样油 其实 各被告这是所谓进到 和有去附近了台湾所有的 进入了百姓一族之内的 产权出了一种事情从来没去做过 从来没去做过 就是这个产权出了一种说法 从来没去做过 北极城的了台湾期 各家工作人员退休后 进行了过程经营的所有收入 均业务被沿到一家人 他的收入和工资 足以维持 他复习以及沿着家人的生活 但是这种说法都没有 所以 要不服用 也不服用 以后 要不服用 这是 许多的 一个 但是 许多的 就是 农村的 并且 放在 儿子里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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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辅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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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要不是协少处理 要不是拍卖这些 不存在的要求 就是不服一种这些话 我们就是军队 军队上的军队 军队举手 但是我许有了军队的 第一个是 嗯 我这里有转转的军队 就是跟我爸爸 嗯 男人家下 2022年 军队27 军队军队 军队三个团队军队 然后军队转移三件 就是军队 第二个是 我爸爸生病 不是 十年 生病的期间 我考虑到他们 因为我自己上班 他们不知道 他们可以跟他们接一接 和我们在家面 找我购买 很方便 好 因为我今晚有一个 博力创 以前的费券 那个也是有更多经历 我就只想过 终点两点 军队差点 因为我觉得 如果是 我会从不不想 那么我们就不考虑 就算把他给的开支 如果他很不想 的话现在他会开支 对不对 我从一个女儿 回家去看着 我们父亲 去军队下来军队 很方便 我们就其实 我们父亲解决的问题 案件在审理过程中 原被告之间 主要争议的焦点 就是 这份代书遗嘱 是否有效的问题 被告认为 廖老先生 没有太多文化 不应该有 代书遗嘱的意识 也不会选择 还在正月的时候 去干这件 看起来好像 有点晦气的事情 他已经86岁高龄 又得过老梗 和感染了新冠病毒 在订立遗嘱的时候 没有表达自己的真实意思 评审过程中 原告当庭出示了一段 廖某万 订立遗嘱时的录像视频 老人家 你是叫廖台湾是吗 我们是 我跟他们两个是 四川平行律师 是不是 你听得清楚吗 听得清楚吗 我讲话 我们是四川平行律师 是不是 我姓高 叫高律师 高律师 他是 鱼米丝 这是我鱼米丝 对 对 也是很厉害的 案件审理的时候 四名被告在法庭上 看到去世父亲的影像 听到父亲的声音 还是非常伤感的 因此我感到 本案还是有调解的希望 民法典也规定了 继承人应当本则 互量互让 和睦团结的精神 协商处理继承问题 此类案件 我们以亲情来打动双方进行调解 是最有效果的 但是被告人在外地 只委托了律师出庭 通过律师在中间调解 效果始终有些差强人意 休庭期间 贺家充分利用当事人清明节 回家祭祀扫墓的契机 小之以情 懂之以礼 给姐弟五人做了大量的调解工作 在休庭之后多次跟双方沟通 希望哥哥姐姐能够体谅疼爱最小的弟弟 他们在父母坟前的时候 能够想一想父母还在世的时候 兄弟姐妹曾欢西夏一家人其乐融融的情景 想一想小时候兄弟姐妹一起成长的时光 九泉之下的父母肯定不希望看到他们兄弟姐妹对簿公堂 父亲退休后和小儿子一起生活 主要也是由小儿子夫妻进行照顾 对他有一些偏爱也算是人之常情 父亲可能是考虑到小儿子没有正式工作 家庭条件也不算特别好 所以对他的财产做出这样的安排 也希望请您备告理解父亲的想法 尊重父亲的意愿 至于他们母亲遗产的部分 最终原被告双方达成了调解协议 姐弟几人的继承矛盾纠纷也得到了化解 多次的沟通也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在清明节假期之后 原被告就来到了法庭 被告表示认可代书遗嘱的效力 他们母亲的遗产部分按照法定继承的原则 几名被告应当继承的份额 原告对他们进行折价补偿 当庭支付折价款6万元给四名被告 被告也同意原告办理房屋的过户手续 审判法官赫佳告诉我们 虽然如今大家对遗嘱的重视程度越来越大 但在司法实践中经常会遇到一些无效的遗嘱 在司法实践中 我们经常会遇到因遗嘱缺乏刑事要件而无效的情形 比如见证人没有在遗嘱上面签字 只有一个见证人 或者见证人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 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比如说未成年人 或者见证人是继承人和与继承人有利害关系的人 在这些情况下 所立的遗嘱都是无效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了自然人可以立遗嘱 将个人财产指定由法定继承人中的一人 或者数人继承 民法典规定 遗嘱主要行事由自书遗嘱 代书遗嘱 打印遗嘱 以录音录像行事的遗嘱 还有公正遗嘱 其中代书遗嘱 打印遗嘱 录音录像行事的遗嘱 都应当由两个以上的见证人在场见证 代书遗嘱要由见证人中的一人代书 并由遗嘱人 代书人和其他见证人签名 并注明年月日 民法典还规定 遗嘱人只能处分自己的财产 不得处分他人的财产 比如夫妻共同财产中 丈夫只能就自己的财产部分定立遗嘱 本案的廖老先生还是非常有法律意识的 他选择了由律师作为见证人代书遗嘱 并且对全程进行了录音录像 从录像中我们可以看到 廖老先生因为年纪大了 在语言表达上面虽然有一些迟缓 但是整个过程他的意识是非常清楚的 对律师所归纳总结的内容 能够清晰的语语确认 能够清楚的表达自己的意愿 遗嘱人代书人和其他见证人 都在遗嘱上签名 形成了一份有效的代书遗嘱 我讨论你的表达自己的法律